昭阳县主 扔下了花篮就成了县主 还不只是名义上的虚弦 是有丹书品级的县主 文西帝正是将丁柔当成皇家的孙女疼爱 而且用的是昭阳 这称号非比寻常 以前也有被恩赏为县主的人 但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丹书的 丁柔知晓这是文西帝的恩典 但此时就是给他封公主 他也只是为了有身孕而喜悦的母亲 圣旨下达 丁柔也不可能拒绝接圣旨 磕头道 谢主龙安 先旨太监将圣旨交给丁柔 恭维的笑着道 朝阳县主轻气深 陛下知晓县主平安无事 甚是愉悦 多谢陛下厚爱 丁柔扶了扶身 他县主的爵位并非全然因为柳氏 或者因为已成善 是他自己得到的 丁柔心里有几分的得意 太监纯职后就离去 在侧殿里的夫人 一个个围上丁柔 奉承巴结等等 太夫人眼里的喜悦 如何都隐藏不住 不仅丁柔得到了恩赏 皇上的旨意清楚地提到 凡是丁家的人都会封赏的 养个好女儿出来 不比养个小子差 一样的可以光耀门楣 文西帝给予丁家的奖赏 也有堵住他们嘴的意思 他将原本应该给丁柔的给了他们 用赏赐告诉丁家 皇家的人他收获去了 大太太应付着道喜的夫人们 心里却想着 如何再将府里梳理一遍 任何的风声都不能泄露 恭贺丁柔的也不少 大多是勋贵夫人 大秦帝国独特的体系 让勋贵夫人同众臣夫人并不兼容 勋贵大多过着奢靡的生活 但手中的权柄 还没有墨留小力大 勋贵们自傲 朝臣们清高 一旦勋贵和朝臣合谋 前前结合的话 文西帝会抄了勋贵的家 充实国库 将大臣打落尘埃 当然文西帝也不会 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不容 经过互相联姻 朝臣和勋贵之间只要不是动摇国本的事情 文西帝不会过多干涉 岳宁侯夫人大喜呢 是啊 皇上连世子都封赏了 旁人在说这话的人身后捅了一下 说话的人这才想起来丁敏是济士 说有儿子吧 不对 说没儿子也不对 说话的人尴尬的笑了笑 丁敏被再多的人簇拥着 心里也不见得舒坦 他为了救驾受伤 最终比不上丁柔 文西帝还用风赏剂子打他的脸 丁敏越发的后悔 他冲出去 行了 让朝阳县主歇一会儿 他身子重 等他添了心丁 你们一起去道贺 也使得 皇后看差不多了 出研究下被众多夫人包围住的丁柔 皇后慈爱地看着丁柔 你得小心哪 本宫可是等着十个月后你的好消息 是 丁柔羞涩地低下头 皇后见丁柔的机会不多 一次都没有见过他这般的绵腆羞涩 要做母亲了 视同平时不一样 锋芒锐利少了 安阳 你带女儿出宫去吧 闹了一天了 本宫也该歇息了 孙侄 柳氏领命 这种命令柳氏一百个赞成 如果不是顾虑太多 他都想将丁柔接到王府上亲自照料 有喜了 丁柔肚子里的是肉糊糊的外孙 只要一想到此处 柳氏连做梦都会笑想 丁柔低声说道 嗯 我同祖母说两句话 柳氏点头示意丁柔小心 皇后此时回寝宫去了 命妇夫人也都因为惊变而疲倦 纷纷结伴离开皇宫 今日发生的事情 足够他们议论很久的了 昭阳县主 大秦帝国有了一位 很得地后宠爱的县主 孙侮 丁柔的手臂被太夫人扶住 太夫人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 你有喜了 哎哟 比你得个县主还让我高兴 柳丫头啊 快些回府歇着 明日我去尹家看你 到时咱们再说话 有想吃的就同我说 我给你准备 安阳郡主是安阳郡主的 我可是你祖母 想吃酸酸甜甜的果子 想吃祖母私房菜不上的点心 要很多很多芝麻 满嘴的香脆 祖母给我准备好不好 太夫人笑得和不拢嘴 还是他的六丫头 哎哟 馋嘴的六丫头 都给你备一下 太夫人将带了一辈子的暖玉 放到了丁柔手心 我生你父亲的时候啊 也是三灾八难的 这块玉是高僧开过光的 我一直戴着 暖玉不明贵 你拿着 得个好兆头 丁柔没有多推辞 笑我眼睛的收下暖玉 嗯 我一定好好戴着 有祖母的味道 太夫人戳了戳丁柔的额头 欣慰的笑了 见丁柔给大太太行礼 她还是将自己 当成丁家的孙女 太夫人对丁柔的疼惜更浓了 如此懂事的丫头 谁人不爱呀 没有离开的夫人们 不管是嫉妒的 还是羡慕的 对丁柔都多了几分的好感 在富贵面前 丁柔并没有自高自傲 瞧不上娘家 另攀高枝 也有人歹毒的猜测 丁柔是在作戏 然是真情还是作戏 人们都有自己的判断 作戏再真也是假的 童大太太说了几句话 丁柔屈膝告辞 童早就等在一旁的柳氏出宫 大太太眼看着 相依相服的母女离去 心里颇为酸涩 她贤惠了一辈子 到底求的是什么 儿孙自有儿孙福 大儿媳妇啊 萧尔他们很识懂事 会孝顺你的 太夫人将手腕 递给大太太 她们也仿佛母女一般 大太太也礼抱桃江 儿媳妇前些日子 得了几株老山参 明日母亲一并给六丫头带过去 还有以前 儿媳给姨丫头调养的药膳房子 许是六丫头能用得到 好 我会同六丫头说的 大太太知晓 安阳郡主会经常看望丁柔 她此时不适合去 太夫人去就行了 丁柔靠在柳氏的怀里 她直接坐安阳郡主的马车回去 排场上是比自己的马车舒服很多 丁柔手中拿着文西帝赏赐的单书 左看右看 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 柳氏笑道 过了年 礼部的人会给你送去仪仗服饰 王后啊 娘的小柔是县主了 还会送仪仗啊 那是自然啦 你是有单书的县主哦 同寻常的恩方不同 柳氏显然恶补过一段皇室的礼仪 封你为昭阳县主 娘实在是没有想到 昭阳 娘听皇后娘娘提过一句 是太祖皇后留下来的 旁的娘知晓得不多 但是这分封号太重了 不过我的小柔完全承担得起 娘不会担心 会把你压垮了 丁柔叹了口气 地位越重 责任就越大 成了太子皇后的情 得了文西帝和皇后娘娘的赏识 丁柔不再是以夫为归的庶女庶席 尊贵了 麻烦事也多了 许是 储位之争再也无法避开了 丁柔喃喃的自问 刺客虽然借着县里的机会进宫 但没有人进的话 他们无法顺利接近陛下 还有那些宫灯 早就有人安排好了 尹王死了快四十年了 就算有后人 也都被扑插得差不多了 怎么还能有人 以尹王之名行刺呢 太奇怪了 狮子 狮子 丁柔的脑袋被柳氏敲了一下 柳氏罕见的很严肃的说 我同你说啊 你如今把你脑子里的念头 都给我扔掉 你只需要记得一点 你游喜了 是要做娘的人 旁的自然会有别人去操心的 在火运的时候 东想西想 是很容易小铲的 柳氏的想法 不是无地放始 丁柔本身就有小铲的症状 柳氏不能不严防死守 像皇后娘娘一样 因小铲上了身子 一辈子做不得母亲 柳氏可不愿意丁柔膝下没有儿女 不怪他蠢统 自己生的通过季的就是不一样 丁柔安心的说 娘 我记得了 我什么也不多想 安心的养胎 尹大学士和杨氏没去皇宫 原因是尹大学士收用了一个丫头后 上年岁的人脚软了 没走几步路 便跌倒了 他虽然没有摔断骨头 但因为摔倒的姿势是标准的扑倒 尹大学士的脸擦破了一大块皮 他羞于见人 便想趁着过年这几天歇息阳豪脸上的伤 他不去 杨氏也不想让旁人嘲笑 他为了丈夫和儿子憋了一肚子的气 最小的儿子身体又不是太好 更何况杨氏不想看到丁柔得意的样子 也就报了病假没去 几个儿媳妇倒是都去了 但随着丁柔成了朝阳县主 他们心里颇为不是滋味 宣回了银府报喜 于是 在安阳郡主送丁柔回来之前 杨氏已经发过一顿的火气了 只要他不勉强为难丁柔 丁柔对杨氏一直维持着恭敬 但丁柔成了有单数的县主 还有一个郡主义母 杨氏深深的觉得 府里多了一尊大佛 一向习惯掌控一切的杨氏 如何受得了 听见丁柔回府之后 杨氏有几分恶习难改的敌母威风 怒向胆边伤 非要让丁柔明白 即便他是朝阳县主 他也是庶子的媳妇 杨氏领着儿媳妇 带着蒲丛迎威出来 柳氏搀扶着丁柔下了马车 柳氏看到了杨氏 吓一声的抿了抿几唇 他眼里闪过几分的锋芒 女儿受的委屈 他不是不知道 但他不愿意多事 也相信女儿女婿会处理好的 如今可不同了 女婿虽然离开前有诸多的保证 有诸多的安排 但女婿在千里之外 一旦出了什么事 他是顾不上丁柔的 女儿又怀向不好 有滑胎的征兆 柳氏不能将丁柔接走 已经够担心的了 他看杨氏来者不善的样子 实在是不觉得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丁柔想将柳氏让进去 告诉柳氏他会处理的 但柳氏罕见的将丁柔挡在了身后 丁柔一下子愣住了 仿佛他刚睁开眼睛时 柳氏也是这样挡着那些贪婪的人 尽管柳氏的身体柔弱 气势不足 但还是尽可能的用身体保护他 丁柔有感动 但同样也有几分的内疚 感动于柳氏对女儿的疼爱 但柳氏真正的女儿已经死了 她只是占据着这具身体的孤魂野鬼 丁柔很难不带愧疚的 享受柳氏给他的母爱 他虽然将柳氏当成母亲 但他心里最重要的位置 永远是丁柔在现代的妈妈 所以丁柔期盼着柳氏再有亲生的儿女 那才是他真真正正的儿女 如果丁柔不是占据着这具身体 他对柳氏再孝顺 柳氏也不可能如此全心全意的对他 这么多年丁柔看得明白 他对柳氏再孝顺 柳氏也不可能如此全心全意的对他 这么多年丁柔看得明白 柳氏是最为传统的女人 对儿女可以付出她的一切 但不是亲生的 她会善待 但不会有更多的感情 杨夫人 柳氏冷傲地看向杨氏 当了好几年郡主了 柳氏白谱已经多了几分的从容和习惯 不像刚回京的时候 总是手心冒汗 安国夫人教导过她 她不需要像除了皇后娘娘之外的任何女人低头 柳氏不见得会做到目空一切 但收拾给杨氏 她不觉得为难 杨氏认识郡主朝福 同冰柔站在一起的 不是安阳郡主是谁 杨氏不甘心地俯身 礼仪完美无缺 见过安阳郡主 杨夫人不必多礼 柳氏唇边多了一份笑意 今日府上是双喜临门 小柔成了朝阳县主 又有了喜 我恭喜你了 亲家母 一声亲家母 让杨氏的心里打了个哆嗦 抬眼看向安阳郡主 她并非是在说笑 杨氏多了几分心惊 如今她怎么都不敢得罪 信阳王府的郡主 安阳郡主回京后 也有几个没眼色的 看不上她 结果 安国夫人直接找上门去 不用多说什么话 说酸话的人就是磕头认错 后来 安阳郡主得皇后娘娘的欢心 再没有谁不开眼的得罪她了 杨氏扶地坐小 同喜 同喜 安阳郡主不像是丁柔的一母 跟带亲闺女没有什么区别 柳氏淡淡笑道 小柔这孩子身体金贵 好不容易有了喜 把我欢喜的不行 她肚子里这个倒是会赶时候 恰好是辞旧迎信的晚宴 传出的喜讯 连陛下和娘娘都惊动了 娘娘百般叮嘱她要小心 她是投胎 不小事 往后还得让亲家母 多费些心思 你生了五六个 自然是知晓忌讳的 朝阳县主真若有个好歹 亲家变仇家就不美了 连肖带打的 杨氏脸色不是很好看 但她不敢同柳氏说三道四 只能默默地忍下来 柳氏扶着丁柔 我先送她回房歇息 有些该注意的事情啊 一会儿我同杨夫人戏说 皇后娘娘怕小柔没经验 将内务府的妈妈派来了两位 有她们照顾小柔 杨夫人也不用太给儿媳妇操心 内务的妈妈可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 如此一来 安阳郡主说皇后重视丁柔 并非是拉大旗 杨氏勉强维持着笑容 啊 皇恩浩荡 臣妇一家 感激涕淋 杨氏向旁边让开了位置 柳氏点点头 嗯 一会儿再见啊 小柔身子不好 礼数不周之处 还望杨夫人多担待些 柳氏根本没让丁柔给杨氏行礼 直接扶着愣神的丁柔 回到了她的院落 杨氏咬着嘴唇 安阳郡主 耍威风耍刀引家来了 母亲息怒 母亲息怒 杨氏回头 还视她的儿媳妇们 失望之色 异于眼表 恨其不装地说道 刺客行刺的时候 你们不是也在吗 怎么好处都被丁柔得了去 招杨县主 他如果蹲着架子 你们和我都得给他磕头 三位儿媳妇 欺欺地低下了头 他们是没有上前 可杨氏 你养的儿子 不是也没上前去吗 如果知晓 汇丰县主 他们也许 也许就去救驾了 他们不争气 尤其让杨氏愤怒 杨氏恨他们 更恨自己 怎么就没看到丁柔的好处 如果给五儿子求取丁柔 如今他得多开心啊 杨氏苦笑 丁柔怎么会看上他的五儿子呢 恭喜四奶奶 贺喜四奶奶 丁柔坐到炕上后 被贺喜的声音拉回了神志 柳氏将手炉放到丁柔的手中 他说道 赏 人人有赏 等你们四奶奶平安生产啊 本郡主还会再赏 叩谢安阳郡主 众多丫头妈妈 对柳氏感恩戴德 柳氏出手可是很大方的 一人十两银子 而且人人有份 像跟在丁柔身边的蓝薰等人 都是白两的赏赐 丁柔发愣的 看着忙碌照顾他的柳氏 这还是他那懦碌的娘吗 柳氏安顿好丁柔 让他们都出去 坐在丁柔身边 脸去了锋芒 慈爱的说道 我会帮小柔尽量的安排妥当 小柔啊 你什么都不用想 在尹家 什么都不需要再忍耐 如果有人再欺辱于你 同我说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寻常使也就算了 你如今有喜了 小柔的心思重 想的也比娘多 但此事你千万不能迁就谁 柳氏为丁柔拢了拢碎发 还是你交给娘的 该硬的时候 绝不能妥协 女婿不会怪你的 娘 丁柔眼圈又红了 要是他现代的母亲 能向柳氏该多好 丁柔安心的靠在柳氏的怀里 他不用再去想着 保护柔弱的母亲 柳氏语气也软了很多 我已经不是丁府上的妾室 娘是安阳郡主 小柔 娘这辈子无论怎样都好 但绝对不能看着你受苦受难 你刚出生的时候啊 小手软乎乎的 娘的心都化了 以前娘没本事 可如今不同了 母亲交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从今日起 你是信阳王府的郡主 做郡主不难 只要不高兴 摆在脸上就是了 娘觉得比做丫头 比做妾室容易得多 娘只能做个得长辈和皇后娘娘喜欢的郡主 但娘的小柔 能做个得母亲和陛下娘娘欣赏的县主 当时你又是扔刀 又是放下花篮 娘很担心你 但看到你那时的样子呀 娘更多的是自豪和喜悦 你不像娘一样 无所作为